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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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我們 忘記了數字 其實都在網上很多天 不過今天終於上過頭版 多謝你 70K 7萬 因為今天情報 頭版 月入7萬 慢慢緊 過年也有很多7萬 不過可能回數少一點 不是很值得 如何月入7萬慢慢緊呢 詩小副 其實有個人 把數字列出表 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數字 大家都猜到的 他有530萬的樓要供 每個月要供1萬6元 然後外傭 又要付5千元 回來吃 住 雙方父母也要付錢 1萬 然後小朋友的學費 8千 交稅4千 水電煤3千 越數越多了 父母上班交通費 1萬 加上他的生活費 買菜、日用品 4千 保險5千 紅白、人情 以及過時過節用的錢 每個月要儲1千 另外強積金2千5 所以加起來 6萬8千5 剩下1千5元 可以儲存 所以令到這群 約合7萬的人 家庭 覺得很慘 為何我賺這麼少錢 我賺這麼多錢 為何會剩下這麼少錢 即是香港7萬元 是 沒有慢慢緊 是 如果將來加息的話 你那1千5元都沒有賣 沒錯 一定是 錢會越來越萎縮 是吧 還有通脹 是吧 我覺得這個問題 很網上熱次討論 就是 現在 你反而在香港很窮的話 小朋友又可以去遊學 又有午餐津貼 父母上班又有交通津貼 有很多津貼 反而中產 好像什麼都沒有幫到 沒有 給稅就給得比較多 我很想知道其實答案是什麼 因為我也是用解困新聞的角度去看 是 即是答案是 是怎樣呢 你想不賺7萬 我想賺2、3萬 那我就多些人幫 是不是這樣 還是不是 我在香港 我就算賺7萬、8萬 我都要好像2、3萬那些人這樣 有這麼多人 給我那麼多錢 是 但其實那些是左手加後手的 那些錢都是 其實都是你給出來的 還有你這樣做的話 可能你低收入的人幫不到的時候 令到整個經濟結構更加混亂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在吵 或者在喪鬧 在罵什麼 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查一條數出來 都好像核數師一樣 我就是這樣看 就是應該用一個正面一點去看 你可能預約7萬 你現在開心一點 例如你自己供養了自己的父母 1萬元 其實老實說 現在這個年代 如果你賺2萬多元 你怎樣供養父母 所以你先幫助你父母 另外你的小朋友 得到一個好的教育 可以先生到 可以先生到 有些可能入月入2萬元家庭 那些生小朋友 不想生 怎樣生 然後你又可以有印傭 菲傭 是不是有一個工人服侍著你 你可以自己有一層樓 可以供到 其實這幾樣東西 不是說所有 你有朋友先 他這裡是紅白人情 過年過節 還有零用錢 零用錢 你可以先見到朋友 零用錢和買送錢 是分開的 1萬元是零用錢 買送錢是有4000元 所以你1萬元 你還可以跟朋友去喝酒 吃飯 起碼像一個生活 我意思是什麼是答案 如果答案是 我預約7萬元 政府應該多些幫我 這是一個答案 但是你可以反過來想 供一份 婆婆一份 加起來有7萬元 平均你每個人可以找到 3萬至5萬元 沒錯 又有工人 又有小朋友 又可以有面子 見爸爸媽媽 又可以跟朋友 吹下水 還有自己供一間房子 將會有自己的資產 有自己的鬥 是嗎 這個是答案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樣 我舉例 逼你慢慢緊 打息 是 那你1500元沒有了 甚至吃下去 是 很簡單 我給那些藥出賣 想一想 當你人工追不上通脹 以及追不上息口 才爺一天倒閉也提醒大家 陳家強一天倒閉也提醒大家 好了 當他吃完你1500元 再吃下去的時候 你先吸哪樣 這個是你的答案 每個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小朋友不要去學琴 還是 爸爸媽媽 你都 給少兩千 不給 對不起 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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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不請工人 自己來呢 省下五千元 還是 我唯有搬遠一點 我租 我不供 你有很多方法 當你加息吃下去的時候 他逼你去想的時候 你又不會罵政府的 我有沒有見過那些人說 加息之後罵聯署局的 最壞白瓦克走了 沒有人這樣說的 不會啊 不會啊 沒有人這樣說的 他們覺得外圍經濟因素 他不用罵的 但是 政府給錢 貧窮人口就是要罵 所以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答案 如果你去到最盡 你再想 你生死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的 是 還是你那一刻的歡愉 然後你自己狂罵政府 是不是 你可以想清楚一點 反過來 你試一下加父母錢 父母就說 總之我都不歡愉 不歡愉的話 不用生你出來 那是否答案 我不明白 是否要這樣 那是否答案 你可以說月入七萬 慢慢緊 這是一個寫頭版的方法 這種寫頭版的方法是對的 以免費報紙 或者香港報章來說 但是你也可以說月入七萬 剛剛好 剛剛夠 幸好還有錢五元 可以買到少少心頭好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說 當然我這樣說 當然不受歡迎 錢當然不會嫌怕 最好月入八萬 月入八萬 但是你已經有三萬至五萬元 每個人可以賺到三萬至五萬元的能力 你是有機會 供完層樓 有自己的子女 孝順多爸爸媽媽 有面目見朋友 聊天 有些現在拿著很多低收入的 沒有這些東西的 他不單止沒有這些東西 他看不到自己有機會過到萬八元一個月 沒錯 所以剛才你說得很對的一件事就是 你七萬元 我還可以去減 我減哪一件事開支 那些是二萬的 真是慢慢緊的 他連減都沒得減 真的被人綁住的時候 當你有緊急的時候就更慘 不過老實說 我又覺得 我真的不用太生氣 做完社企之後 我由解困角度看 我明白了一件事是怎樣 因為整件事 就是月入七萬的人 才可以吹吹水 他才有這種閒情日誌 他才有這種閒情日誌 可以告訴你 列個表給你看 列個表 還有這些人 才有社會地位 Social status 就是說 我工人怎樣不好 我婆婆對我怎樣不好 我老闆對我怎樣不好 我下屬對我怎樣不好 我老師多愚蠢 我兒子隔壁的同學 我家長是怎樣怎樣 不是哪有東西要說 就是因為他有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太空閒了 不是啊 太多時間可以想這些事情 這是很典型 中產永遠都會覺得不夠的一種心態 他有工人 我沒有 那我就要聘請 但是聘請了回來 我其實都是要罵他的 還有我又會慢慢的 但我不聘請就不行 因為你罵工人的時候 我沒有得罵 我不爽 是嗎 我的工人怎樣怎樣 一定要有這個 是嗎 就是 你給多少錢奶奶 我給 給拼 是啊 他有這一下 那就弄得自己慢慢緊 你超越了這一下 我不用用工人的 又省下五千 我兒子很生性的 我不用用工人的 就是這樣 他又去不到 又要樣樣都要有些 那你樣都要有 但其實你又沒有那麼多糖 那你的全盒就這麼小 是不是 你真是舊的時候 你的全盒才是大 你不夠又要買這麼多糖 你不夠全盒沒有赤煙灰缸 這樣